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通的LCD 55英寸 而且是侧数式背光 价格居然要8999 其实在这个价位段 电视的选择非常多 可以直接上OLED 也可以选择多分区的迷你LED电视 当然 75英寸这样的超大尺寸也都可以拿下 那这台三星的3F呢 这些都没有 所以好奇就来了 为了颜值 我们到底付出了多高的溢价 那这款产品的硬件更新一直是比较慢的 到了今天 它的性能会不会被无情的碾压呢 那第一台3F呢 是在2015年发布的 那这些年有一些迭代 但是标志性的风格一直没有大的改变 那你觉得它的外观设计好看吗 反正我们的摄像非常的喜欢它 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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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来说 它更像是画框 开启环境屏功能之后就更像了 你可以在上面放一些小的装饰品 或者就像我们一样 单纯的放一个耳机 那从侧面上看 被其他厂商极力追求的超薄 在这里被刻意的放大 做成了复古字体爱的字状 不过呢 3F的质感是不太讲究的 除了底部的支架是金属之外 四周的边框 背部呢 都是塑料的材质 那它背部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整体下半部分的后壳都能进行拆卸 里面呢 提供了四个HDMI接口 两个USB的2.0接口 其中一个呢 有游戏标示的HDMI接口 实测呢 是可以开启4K 120Hz游戏的 那当我们把后壳安装好之后 所有的线缆都可以进行隐藏 还可以衍生到支架进行固定 所以对比一下传统电视的背部 差距是非常鲜明的 在摆脱了电视柜的束缚之后 把线缆隐藏住三星Swift电视放置的位置 非常灵活 可以是这里 也可以是这里 也能拆掉支架放在柜子上 诶 但是呢 会有壁画 那这里还有一个设计是可以提一下的 它的屏幕顶部支持NFC的功能 只要手机放在边框上 就可以投屏手机的内容 那我们说了很多它外观上的特点 说实话 我还是挺喜欢这台电视的工业设计 那毕竟是我们买的一台电视 所以呢 还是要测一测拿画质来说话 来解决一下8999元的价格 到底我们是只买了个好看 还是买了点画质吗 那在我们2022年更新电视测试方法以后 我们的测试项目从48项增加到102项 那在主观评价上也采用了新的打分方式 对电视进行评级打分 最终呢 这台三星Swift电视的综合评分是6.17分 不出意外 位于我们新版电视排行榜最后一名 那具体到参数和数据上 55英寸的三星Swift采用了120Hz的面板 43和65英寸则是60Hz 那实测数据方面 它的静态对比度是5601比1 HDR公值亮度是522.03尼特 P3色域覆盖94.28% 色准平均带来一直5.69 4K60Hz的信号输入下 它的输入延迟是28.5毫秒 不用说 这个数据拿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台电视硬件参数是不太行的 可视 没错 还有一个可视在后面等着 我们还不能用中看不中用去定义这台电视 因为它在一些测试项目上表现还是比较抢眼的 那让我们来先说一说 我们觉得这台电视除了外观方面还不错的地方 第一呢 首先就是它的开机速度 开机速度非常快 秒开秒关 没有开机广告 这一点只要对比小米系电视的开机速度 真的感觉会非常爽 第二呢 它搭载的是泰泽的操作系统 界面比较简洁 操控也比较顺滑 对于新用户是比较友善的 还有就是这个遥控器 设计也很小清新 握感比三星旗舰级的QN900A的 金属太阳能遥控器还要好一些 唯一的小遗憾就是泰泽系统 在使用腾讯视频 爱奇艺 偶尔会出现卡顿和操作延时的情况 而且呢 一些偏远也是搜索不到 那同样让我们感觉还不错的 就是它在线视频的体验和色彩的调教部分 那当我们观看在线视频的偏远的时候 大多数场景下三星SRIVE的优化效果 都能和索尼X90 GO比较一致 那在一组常见色的在线视频当中 三星SRIVE的表现甚至是赶超了索尼的X90 GO 和A90 GO达到了相似的水准 那比如说这里 索尼X90 GO在显示车牌子的黄色的时候 其实是有些许偏红的情况 而三星SRIVE和索尼A90 GO都表现的是比较正常的 那同样是在标准模式下 色彩调教方面 三星SRIVE同样是非常给力的 那在这一段色彩比较丰富的画面当中 我们测试过很多电视其实都有偏色的问题 比如说索尼的A90 GO在芒果的显示上就有一些偏黄 而索尼的X90 GO就会有一些偏红 而三星SRIVE在红色黄色以及绿色的显示上 都没有偏色的问题 在这一项的得分 它甚至是超越了索尼A90 GO 拿到了最高分的9分 当然还不错的部分也就是这些了 接下来都是槽点 而且这个槽点还真的是不少 首先呢就是亮度 到了这个价位段 它才具备500多尼特的实力 对于动态范围比较高的HDR偏远 显示的就非常的吃力 连价格只有它一半的雷鸟S535D都比不过 那这个其实是有点过分 另外呢无论是标准模式还是电影模式 SRIVE对于肤色的调教水准都很一般 标准模式下对比索尼A90 GO来讲 三星SRIVE呈现出的肤色像是加了一层滤镜 有一些失真 那电影模式下多旦的测试偏圆 三星SRIVE都出现偏黄的问题 某些偏圆的肤色表现 甚至是不如入门级的Redmi X2022 以上这些还算小槽点 接下来呢我们放大招上全游 虽然说暗场画面是OLED电视的天象 但是三星SRIVE的X也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 主要原因是它四个角的测试贝光 严重影响了暗场画面的观感 贝光会显得非常的突兀 那我们用三代电视来和它进行对比 有背光分区的Sony X90G相对要好一些 可以看到山姆衣服上的细节也得到了保留 而直下式背光的Redmi X2022也已经黑成了一片 而三星SRIVE虽然服饰的细节没有完全丢失 但是对比度同样是很差的 而且屏幕的四角还多了四处光 随后雪山、人物特写、云层的画面测试当中 这四个角依然执着的为画面进行曝光 那全游翻车 游戏会不会也翻车呢? 会 那我们今年的在游戏体验方面 主要以游戏的快不快、准不准 来衡量游戏模式的调校的好与坏 之前我们提到过4K60Hz信号下输入延迟是28.5ms 数据表现虽然一般 但是玩游戏的实话还没有明显的感觉到质质感 那ALLM和VR都可以支持开启4K120Hz游戏之后 画面也没有出现模糊的情况 那究竟它的游戏体验翻车在哪了呢? 游戏模式下三星SRIVE的色温达到了9160K 色准直接飞到了9.47 那一般色准超过4 大家就可以明显的看到偏色的问题 更别说达到了9 所以呢 对马岛游戏的画面当中 三星SRIVE的色彩保护度非常高 天空、草丛、树叶 可真实的颜色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偏差 曝光一强 人物腿部的汗毛 岩石上的细节统统消失 那到了FIFA22之后 色彩失真更加严重 球衣 草坪被加了一层浓浓的滤镜 对比色准为2.0的Sony A90G 你甚至会感觉画面上球衣的供应商 都不是一家 音质方面 9000元价格段的电视 按照我们的测试经验来说 音质虽然不至于太好 但是绝对也不会像三星的SRIVE这么的差 那它的中高低三平都不太均衡 声音的环绕感和层次感的表现 基本上就让你是凑合听的水准 和3000块钱价格段的产品呢 是同一个水平 那除了上面这些 画质方面让我们不太能接受的点之外呢 三星SRIVE也还有一些小小的槽点 比如说它不支持主流的都比世界 还有就是连普通的MP4格式的视频 也出现解码错误的情况 这个呢就比较尴尬了 所以回到刚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 为了颜值我们到底花了多少钱 那通过102项测试数据和结果 我们可以清晰的给出答案 三星SRIVE画质的水平 基本上只相当于3000块钱到4000块钱 党位的中低端的产品 那和小米电视EA雷鸟S515D 这样的产品呢 它可以打个平手 它只能满足你日常在线看剧的需求 所以为了它的颜值 我们居然多花了5000块钱 会不会心痛一下呢 当然我转念一想 在购买的时候 我们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画质 而是为了实现拍摄空间的布置 这台电视呢 它不仅有环境屏的功能 还可以随意放纸 让空间显得怎么拍就怎么好看 那从这台电视提供的价值上来看 是一种像画质的好看 变成了空间的好看 看到这里 我们给大家一个小福利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有艺术感的设计 但要么是不满意它的画质 要么是不满意它的价格 那800块钱 我们给大家找一个替代方案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全部结束了 不要忘记你的一键三连 那接下来的三四月份 我们会加快速度测试2022年的电视新品 如果你有什么关注的新品也可以发评论 告诉我们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